我們這關已經十年了 然後我們在2016年 就是跟大家一樣都遇到很多的挑戰 然後我要就是我們都講重點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 我們2016為什麼能夠活著呢 跟我們能夠幫助客戶活著 我覺得就是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就是才能活著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我等一下會講就是品牌定位 我覺得那個 我等一下會講叫MOT的操作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就是說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的定位要能夠真正的落實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定位如果沒有行動可以落實的話 這個定位只是一堆紙 這樣是沒有用的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我覺得通路很重要 那因為我想我們台灣的市場 就是這麼大了嘛 所以你要能夠活著 這兩個動作就是要讓你有業績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你要能夠活著就是要有業績 要有業績就要做對的事情 那對的事情就是一個 我是覺得MOT要怎麼操作 然後你才能夠去把你的產品等一些事情做改變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的通路 要做一些調整 那是最快的方法 那為什麼寫2017就是先活過2017 再來想2018 這樣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能夠活著要先看怎麼不死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顧問公司就是已經做了很多 就知道很多死法是這樣做 可能不一定知道一定怎麼成功 但是知道這樣做會死這樣 所以分享一下死法是什麼 那我因為也還蠻榮幸 就是說2016年 我現在本身在香港大學有教書 那就是我去內地教 所以我就是我每天都去那個 在這個北京上海深圳教這個EMBA班 然後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認真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大放鬆 這個講得比他還好這樣子 雖然他們一堂課要付1萬人民幣 聽這個課 大部分我們做了很多市場調查 然後客戶就說 蛤是這樣喔 這樣 所以千萬不要變成那樣 所以 因為你不知道他要什麼 你怎麼會知道你給他是什麼 是對的 簡單講定位就是這樣 知道你的客戶是誰給他 他要的 嘴巴講簡單啦 但實際上真實的世界就是 我們都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這裡我就不講了 這細節不講 定位裡面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情 我想在場有非常多的管務公司 都非常厲害 每一家都有它的模組 那我今天只講一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叫做 關鍵時刻就是這個品牌論 簡單講就是說 定位講的就是所謂的 我們要知道目標客群是誰 我們要給他什麼樣的價值 跟我們要告訴他 什麼樣的訊息跟文字 我要怎麼訴說我這個道理這樣 簡單講就是這樣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犯了一個 比較一般我看到比較大的錯誤 就是說 這個 他定位就是定那個 市場很大的 白話我們講就是 你看的有吃不到啦 就是吃不到啦 而且通常那一段 就是 這個 越大 你越可能花更多錢 你也不見得好 你可能會賠更多錢 所以呢 定位真正的核心呢 是要找到一群 一開始最愛你的人 從那一群去發展出來 那你怎麼知道他最愛你 當然你就要很了解他嘛 你才知道愛在愛在哪邊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定位的關鍵 那我剛剛要講說MOT呢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在前一陣子 我們幫助一家很大間的航空公司 做它的定位 那就是 等一下我會講 那這家航空公司呢 就是因為各位知道航空公司裡面 關鍵的時刻 航空公司就是如果做那個商務艙 如果做滿的話 經濟艙就是賣一張賺一張 因為經濟艙各位知道 經濟艙是沒有賺錢的 就是經濟艙很便宜嘛 所以各位想一想就是說 你覺得商務艙它要的跟經濟艙會一樣嗎 那肯定是不一樣嘛 那所以你就 那我們再想一想就是說 事實上這個品牌 它會讓你留下印象 它其實並不是因為你去講了什麼話 簡單白話我們就是說 它不是因為你去找林志玲代言 他說林志玲代言 我要去做那家航空公司 不是這樣子 但我也很喜歡林志玲 但我意思就是說它不是這樣 所以它是在某一個關鍵時刻 它認知說 讚這樣 就進去了 所以MOT就是Moment of Truth 就是在那個關鍵時刻 你要把那個東西放進去 產生經驗這樣 所以定位 我們在講的定位就是說 你要在什麼時刻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關鍵嘛 那我來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們在做那個航空公司商務艙啊 各位猜猜看那個定位 可能關鍵時刻是什麼 那因為現在不是上課嘛 沒時間我就直接講答案 答案大家就會認為說 吃很重要 對吧 就是那個商務艙的那個餐這樣 那答案就是不是 根據三千份以上的調查顯示呢 就是吃其實是不重要 好 那你說不會啊 我覺得吃很好 那我給你一個例子就是 你會因為某某航空公司 上面有賣頂泰鋒去買他的商務艙嗎 不會 就是不會 只是他如果有商務艙說 今天有那個頂泰鋒 喔 蠻好的這樣 但僅直於這樣 好 那什麼叫做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第一名 我跟你講這個關鍵時刻有非常多 因為今天不是上課 我就細節不講 關鍵時刻有一個挑選的過程 他不是每個都很重要 所以他有的很關鍵這樣 第一名就是 你那商務艙的位置啊 有沒有180度的平躺 那就是關鍵 因為我的秘書就會問說 你要做哪一家 我想 上次那個只有165度 那背整個都是完蛋了 很不舒適 我不要做 你還是做那一家好了 那一家比較好 那一家有平躺這樣 那平躺就是關鍵時刻 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要改變就要改變那個關鍵時刻 那件事情就會讓你就是永遠記得 這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說 我稍微簡單講一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 轉機的時候 那個行李啊 它不可以掉 跟你想像的那個時刻都不一樣 但是一般人你會知道嗎 不會 因為你沒有去做這個真正深入的調查 就是第二個 第三個 其實關鍵是 我要能夠買到那個商務艙的票 因為通常要做商務艙的人 他是說 就是我明天就要去 你現在就要給我這個位子 你給我什麼金卡 鑽石卡 什麼五四三卡 這個卡秀了以後 我還是買不到這個位子 這個卡都是假的 那個就是關鍵時刻 所以你這個航空公司 如果你要把這件事情做好 你沒有把這關鍵時刻抓出來 你沒有去做這個事情 就白搭這樣 對吧 所以這就是關鍵時刻 那當然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在講一個就是說 我再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說 我們在談這個所謂的這個訊息 我們在講這個說 你是一千四百萬畫素 就是我手機 你覺得這重要嗎 一千四百萬畫素這沒有感覺 但我告訴你 就是在夜拍的時候 我跟你 你拿iPhone7 我拿三星Note 這個H7 我拍就比你好看 這樣 我比你好看就是獲勝 我管你是幾千萬畫素 所以那個關鍵時刻 就是你要能夠抓得到 那我在講就是 因為有這個關鍵時刻 你從功能性的思考 才能轉成經驗性的思考 而這個經驗性的思考 才會真正幫助你在客戶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 這事情是再重要也沒有了 大部分的公司搞不定 就是因為公司產品沒有差異 所以 這就是我講的那個 你怎麼選擇一家航空公司 這有很多時刻 但是一般人問的就是 所以你沒有深入了解你的客戶 你以為 你以為那個時刻就是那時刻 你是錯的 但這個需要很多的討論 所以我們在講這個事情 就是說 怎麼樣透過MOT 他來做這個所謂的定位 就是說 你假設你的定位是優雅 假設好了 因為我們幫助就是滑航這樣 所以你要幫優雅 那優雅 怎樣做才會優雅 那各位都覺得說 那個是商務艙的小姐來跟你斷餐盤 然後很禮貌 然後說 先生你好這樣優雅 不對 不是 優雅也不是那個餐盤就是 那個 譬如說那個餐盤這樣 這樣就是 不優雅 然後這樣 那小姐你好 輕輕放優雅 也不是 根據調查顯示呢 優雅就是當你看到那個餐盤 不是塑膠的 是磁的 擺在那個畫面這樣 還沒吃你就覺得 高檔貨 不錯 做這個商務艙 各位了解嗎 所以你要做對事情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這細節可能很多 我們就不一一講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各位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講 因為現在大家接觸的那個媒體訊息 實在太多了 所以你要靠很多媒體訊息 你要講得很精準這樣 但事實上很多消費者 是來自真實的體驗 他在你跟你這個品牌 接觸的那個剎那 這個剎那 不是他真正買喔 買之前也有 買之後也有 買中間這個很多過程 細節不講 就是所以呢 如果我們過去還在想 各位如果還在想說 我只要廣告詞啊 我設計很漂亮啊 什麼啊 我這個規格什麼 就是拍拍影片 我都沒有用 你要能夠真正 所以我剛剛講的第一句話 就是說 你要定位 你要確定 你要做什麼事 利用MOT 把你的事情抓出來 你才能改善你的品牌 改善品牌 就是你要做一些事嘛 我在什麼時刻做了什麼事 讓消費者產生重大印象 那就是你就對了 簡直就覺得喔 厲害讚 類似這樣 所以這個 因為如果你只有規格 它就會落入只有廣告詞 但是如果你是那個畫面 你看你在拍夜拍 我就是比較強 你去想一下Apple所有的廣告 它從來不講它的規格 不是不講很少講 對不對 它都是畫面 因為那個經驗 經驗你才會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一直要提醒大家 MOT是關鍵 但是怎麼找到那個MOT 怎麼去操弄 我想這就有很多細節 所以我第一部分要講的就是 這個所謂定位 就是MOT來操作 那這邊有一些例子 就是華航做了以後 它其實雖然營收沒有成長 但是它大賺錢 它本來其實是不賺錢的 所以這裡面就有很多細節 我們在做的事情 那就是只是給大家簡單看一下 那我要講第二段 其實很重要就是通路 我認為這一段呢 也是我認為真正最重要 也最快速的 也是我覺得我們現在最簡單的 我給你一個簡單的測試 回家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是老闆的話 可是我怕你測完以後 回去很多業務就走了 就是你請他用英文簡單 講一遍公司簡介 這樣 那當然題目是你也要聽得懂英文 然後呢 你可以問他說 跟你最大三個競爭對手差在哪邊 他意思是說 我們公司這樣 你隨便找一兩個競爭對手 你問他說 不然我們公司是比他好在哪裡 類似這樣 叫他用英文回答看看這樣 我應該測了蠻多的吧 我覺得應該 我做過上百億的公司 一般這種也講不好 我常常在想說 如果你講不好的話 我不知道你去海外 怎麼去找代理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代理商要理你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代理商要賣你 我覺得這裡面很多問題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我們在講這個通路館 這個很多痛點 就是說我們全球化 裡面很重要是要往海外前進 這是最重要 我覺得沒有一個好的業務 你沒有訓練過 你沒有把它弄好 我不知道這個業績要怎麼起來 然後因為你自己也不清楚說 你到底厲害在哪邊 你說你代理商會聽你的嗎 當然不會 因為他就 他也沒有那麼白癡 就我們講 代理商不是代替你受傷嗎 他就是 他就是 他要活命啊 他就去賣別人的嘛 都不會說到 所以 代理商 然後你去找新的 新的說你來找我是怎樣 對不對 你自己都講不清楚 我這一天到晚都在出國了 就是我前陣子剛剛參加一個展回來 我就去參加客戶 然後客戶就 因為客戶老闆英文不是太好 然後我反正就在那邊聽 然後我就看到業務在跟客 他就有新的那個廠商來 然後你知道展場我們都花很多錢去 然後幹嘛很辛苦這樣 細姐不講 然後我才聽到他的業務 在跟一個新的 等於是 反正就是SI whatever 就有一個客人走過來 這樣跟他介紹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他在說他那個產品的那個 軟體啊 怎麼操作 我在那邊我聽我都傻了 我說你在說什麼 這樣 我說我們在那個秀展裡面就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讓他告訴人家說我是誰 對吧 第二個就是讓他覺得我產品很厲害 然後聽不懂 為什麼要讓他聽不懂 因為聽不懂他才留名片 然後再跟你要資料 不是嗎 你從頭把他講懂了 那他是怎麼樣 他說我懂你這沒什麼 然後就走了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我這個裡面很多問題 就是說 所以我就說 這裡面就會跟你代理商業績不好 怎麼辦 你怎麼去喬他 跟你遇到新的代理商 你怎麼去找對的代理商 這兩個都 所以你我 我為什麼一開始講那個測試 就是說 如果我們連一個公司簡介 我公司到底搶在哪邊 我產品厲害在哪邊 我到底為什麼會幫你賺錢 我都講不出一個道理 我不知道為什麼代理商那麼笨 就是我常常講 就是如果真的你騙到代理商 你要小心 因為那個人比你還笨 所以他一定賣不好嘛 對不對 因為他會中計啊 那你 這我的問題大了 所以我就說 我有兩個情境 第一個就是說 業績不好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 就是市場小 我們一定要往海外 海外你就是要把這些事情搞定 你才有辦法有業績嘛 所以我覺得業績不好怎麼辦 這個我等一下會講 預計新的代理商 如果你連公司 你都沒有辦法講出一個道理 你自己覺得沒救了 你覺得代理商怎麼會簽呢 不會嘛 所以 我的觀察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 我們是這樣 我們要跳突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會講 就是代工思維 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真正了解說 市場怎麼經營 你只找一個人來 想說 你幫我去做啦 這樣 那除非你產品非常好 不然他不會賣的 好 所以經營市場有什麼 要怎麼做呢 裡面有非常多的細節 從你只有一個人 然後到 就是我講的從 17時代一直到現在 就是 相信我就說 我們不要認為中國大陸 他們還在17時代 古代他們跟英文講得很爛 現在沒有人家現在也會去呼嚨 還會有一些五四三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快去往海外 我們要把這個事情學會這樣 所以這裡沒有很多步驟啦 這張你可以拍就是說 你要這個通路因子 你要確定 然後你要分工 你要跟他討論說 哪些做得好 我的意思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不要去跟代理商講 就是說 你都沒有做這樣 你問這句就白問了 他意思就是說 他只會笑笑跟你講 對啊我都沒有做 你也都沒有做 所以反正就是 就是 逃鬼心的鬼 就是你這一個禮拜 結束以後 他跟你講再見 你就回家了 他繼續撐著 他也不會有事 所以 沒搞頭 所以簡單講就是說 你要做一些事 你不要想說什麼事都帶給他 但到底你要做什麼事 他要做什麼事 這有得扯 就要好好討論 所以呢 我覺得待機不好要講三件事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 市場要怎麼經營 第二個 我做什麼事 你做什麼事 第三個 才是討論 你為什麼去年做那麼爛 這樣 不要一去就說 你怎麼做那麼爛這樣 他說 好我很爛 謝謝 再聯絡 這樣 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代理商 我這個實在看太多 就是我覺得 代理商的秘密武器 其實真是業務 所以我相信各位 其實要好好把業務訓練好 業務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因為大部分的老闆自己就是業務 那年紀大了嘛 那現在交給二代 然後二代又不太想管 這問題很多 所以業務可能要好好訓練這樣 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我們台灣廠商 這點我覺得大家還好 就是我們要懂得分力啊 不要只有自己賺 錢要拿出來分人家賺 就是分代理商 到底怎麼分 這就有學問了 就是他做多少事分多少錢 不是亂分一通 以前我們就想說給他60%什麼都沒做 你現在把它收回來 他說為什麼我要 我以前賺60%好好 你現在跟我講30% 我沒那麼笨 這裡面就有很多邏輯 但代理商有很多問題 因為代理商也是跟員工一樣 他要成長 所以你要學習怎麼樣去交代理商 然後怎麼樣去跟他成長 這裡面也有很多要學習的 就是我講的這個情境 公司業務在海外的時候 面對新的代理商 新的客人經驗商 他在做公司檢介的時候 你有把握 百分之百他會講得好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花那麼多錢 弄那麼多展會 跑到國外去 然後講那麼多 結果還是一塌糊塗 這樣 那我可以把那剛剛故事 講給你聽 就是說 我就把它集合起來 我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先不要展了 我說我們現在先集合 我重講一遍要怎麼講 我說只有三分鐘 就這樣 你們都不用多講 這個客人如果三分鐘 他還沒有買單 你就讓他走這樣 沒關係這樣 結果呢 然後我三分鐘就先講我們是誰 然後講說我們這多厲害這樣 然後不要讓他講 因為你自己其實也不是太懂 因為業務都沒有RD懂嘛 對不對 那RD也沒有去 所以業務其實真的也不太懂 他說 Vincent這個方法很好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懂 那這樣我講完以後呢 我就很有信心這樣 結果那四天 應該不要講四天啦 第一天收集的名片 就是有史以來四天以內最多的 就是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要學習 就是到底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海外的拓展 我覺得真的蠻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有些武器 啦 現在剩下一分鐘 就是你會跟別人帶領 請人家帶領 跟你不會拜託人家 這是兩件事 好 然後你要經營市場 你真的要搞懂 到底怎麼做 不要就是 只是叫人家做這樣 那沒有用 第二代理商是夥伴 他需要教導也需要管理 好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要認真的面對 怎麼訓練員工這件事情 好不好 就這樣 就是 這個 我們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